看看张柏芝散发出的母爱,就知道所有新恋情都是谣言。 张柏芝和谢霆锋如今已经离婚数年了,可总是能够吸引到网友的眼球。 接音本身他们两个就是很有名的明星,而谢霆锋的现任女友又是天后王妃,所以注定总是被人拿来对比。 至于张柏芝和谢霆锋两人离婚的原因,身为外人的我们就不过多猜测。 现在谢霆锋和王妃正享受着甜蜜时光,两人经常到外面旅游。 而张柏芝就带着两个儿子开心生活,但是总有媒体传他有新恋情。 每一次只要有他和其他不认识的男性朋友单独合照,总会引起风波,其实看看他散发出的母爱就知道他并没有心思谈恋爱了。 媒体怎么传张柏芝有新恋情?我们接下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我们就来简单举个例子,张柏芝去年曾经晒出一张和一位男性友的单独合照。 结果新闻马上就来了,说这个戴眼镜的小哥就是张柏芝的新男友。 有网友拍到张柏芝带着儿子,旁边还有一位戴帽子的男士,张柏芝挽着这位男士一起看手表。 如果说只看到背影,这可以说有可能真的有恋情。 可是明明还有其他照片,来看一下当时另外一张照片,清晰可以看到他们一行人的正面,这位男士不认识吗? 这不正是张柏芝弟弟吗?怎么还有媒体可以乱传? 张柏芝离婚后的这几年总是被传有新恋情,哪怕只有一张照片。 其实张柏芝除了对待家人和儿子外,还真的没有什么精力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媒体拍到张柏芝和两位儿子现身购物的画面。 日前不用开工的张柏芝就带着两位儿子去逛街购物,当时她戴着墨镜和帽子,身穿黑色卫衣和蓝色裤子。 在她旁边的两位儿子。 在她旁边的两位帅哥当然就是她的两位儿子。 大儿子Lickers当时穿着一件很多图案的卫衣,至于小儿子Quintus就穿着黑色T恤。 母子三人当天去了购物,两位儿子在认真地聊天。 至于张柏芝就把手放在小儿子Quintus的肩膀上,Quintus也很自然地抓着妈妈的手。 其中记者还拍到了这一幕,张柏芝突然双手露着大儿子Lickers的脖子。 然后大力地吻着Lickers的头发,Lickers也很自然把身体靠在了妈妈怀里。 在这么多人的商场里面,尤其旁边就有路人在的情况下她都这么自然地吻下去,相信是发自内心的母爱表现。 张柏芝带了儿子去买完战利品就准备回家。 刚才来的时候他是搂着小儿子,回去的时候搂着大儿子,这样就没有冷落任何一位。 看照片Lickers都笑歪了头,不知道是不是买了很多新玩具给他呢。 Lickers 妈妈这么疼他们,两位儿子也是相当孝顺。 Lickers主动帮妈妈拿袋子,两兄弟感情很好。 Lickers 张柏芝去到哪儿都会有路人求和影,他很大方答应要求。 Lickers 来看一下两兄弟在商场直接跑起来,看到他们这么好感情,相信张柏芝也是很高兴。 Lickers 其实张柏芝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已经够累,有儿子陪伴相信已经不用其他男性进入生活圈子。 Lickers 这是张柏芝带着两位儿子参加家庭聚餐的画面,吃饭的时候小儿子也是紧靠着他。 Lickers 母子三人走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他们的感情是有多深,张柏芝左右两边都有一位儿子搂着他手臂。 Lickers 除了照顾儿子外,他还需要照顾家庭。 Lickers 最近他为弟弟张豪龙买下价值2000多万的豪宅,聚悉和他住的地方是同一个小区,这样双方都有照应。 Lickers 张柏芝妈妈和弟弟现在都是开网络车为生,而这些车都是张柏芝出钱买的。 Lickers 以前他还出钱给弟弟和妈妈做生意,结果都亏了。 Lickers 所以他一直在帮家人,还有照顾儿子,这些都让他没有更多精力去想其他东西。 Lickers 无论在那场婚姻里面双方是如何结束,不过至少他还是很爱他的儿子和家人。 Lickers 有了儿子的爱他也不需要新恋情了。 メンタル 按mail 叫 ッr resimmark L quarterly 打算SSPS